DJ Soda様に深く失礼なことをしてしまい 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世界の皆さんにも この件でいろいろと触ってしまい ご迷惑かけてしまい失待でした DJ Soda 皆六歳被強暴陰影 日息凶犯公開自首道歉 … 就是這段南韓女神DJ Soda 在日本表演的影片 引起國際間的軒然大波 這些標籤也瞬間成為熱搜詞 二位二十歲涉案當事人 坦言因為喝酒才一時衝動 昨天透過日本YouTuber 《青枝王子》的頻道 公開道歉了 DJ Soda様に深く失礼なことをしてしまい 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評判を悪くしてしまう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しまい 本当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今回の件でDJ Soda様に 大変申し訳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い すみませんでした 在輿論下的压力 DJ Soda昨天発韓日英三版本的常文自白声明 揭露了童年藏的傷疤 表示6 歲那年父母不在家 被搶劫的強盜強暴 對他造成巨大創傷 對於姓騷事件 他則認為不該把矛頭指向受害者 真正的原因應該是犯罪者 而非性感的衣服 姓騷事件也意外拉出日韓兩國情節 網友泛出先前DJ Soda被粉絲摸的影片 質疑DJ Soda是不是只針對日本 事後DJ Soda轉發解釋 保鏢扶著我 因為擔心我會摔倒 在不了解實情情況下 請不要肆意下評論 日網友不死心 還翻出日本歌手桑田佳佑演唱的片段 來質疑DJ Soda 心疼DJ Soda 心疼DJ Soda 不過至少他愛台灣是真的啦 我愛高雄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在心疼DJ Soda 我喜歡你 網友織設 我愛你 這 coup 我愛你 那是 在家